您好,我是经理人AI主播何立为,感谢您收看每日听管理新闻播报。 今天带您重点关注的第一则新闻。 农历春节假期结束后,开工日老板会发开工红包给员工。 开工红包象征着一整年的顺利和财运广进。 开工红包的金额没有限制,一般从几百元到上千元都有,而百元超最受欢迎。 发开工红包是老板展现气度的方式之一,也是提振员工士气的诱因。 在发放开工红包时,有一些礼仪和禁忌需要注意,例如红包袋不需要封口,推移重复使用,但不要使用印有不对应生效的红包袋。 此外,提醒大家,在长辈面前不要现场打开红包,也不要折纸钞。 第二则新闻 为了更有利小资族以低门槛参与投资,金管会1月底表示,预计2024年底将盘中领股交易撮合时间缩短至5秒,来增加市场效率及落实普惠金融。 金管会指出,盘中领股撮合时间先前已缩短至1分钟,实施至今获得不错成效,因此今年底计划将盘中领股交易撮合时间缩短至5秒。 另外,为了落实公平待客原则,金管会也将鼓励证券商调整领股交割价金计算方式。 第三则新闻 近日,日本达美乐披萨店员假装挖鼻石抹面团的影片,在社群平台与网路上疯传,引发轩然大波。 日本达美乐披萨总公司火速道歉,解雇该名员工,并考虑采取法律行动。 日本达美乐披萨表示,影片中的面团并未被使用且立刻丢弃,也未提供给消费者。 日本达美乐披萨已将全部面团废弃,该分店也暂停营业。 有日本民众仍对日本达美乐披萨的面团表示担忧,但也有民众肯定日本达美乐披萨在当天24小时内,便针对影片致歉并快速做出处置与回应。 第四则新闻 根据求职网调查,超过40%的工作者对年终分红不满或准备离职。 59.3%的工作者认为跳槽几率大于叙留几率。 78.2%有跳槽意愿的工作者已经开始找工作,其中52.9%尚未准备提辞成,25.3%准备提辞成。 企业端部分,73.6%的企业计划在年后加薪,其中60.3%是绩效式加薪。 最有机会被加薪的六大职务,分别是业务或销售人员,客服或门市人员,产线作业员等。 企业愿意调薪的幅度平均是4.6%。 感谢您的收听 经理人也推出了全台第一个对话是AI职场教练,AI Code上线不到两个月。 以协助全台上千位经理人解决管理痛点,职场大小疑问,期待您至经理人网站免费加入会员,无限提问。 也诚挚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,我们会将每日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。 再次感谢您,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 感谢您的收听